我們現在開始來怎麼樣 真的來建立一個教材 那你先看到訊息的部分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就好像發布公告一樣 所以你如果有需要等到我們見討的時候 你再發布公告就好 你先進到任務這邊來 任務這邊現在是不是都沒有東西 所以你能看到有沒有旁邊這裡有個叫做新增任務 當然你也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你看往下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個任務 如果你要比較複雜的功能是在這裡 上面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有些老師應該會有那種情景就是 我同時教兩三個班級 不同班級用同一個好嗎 不太好 都會混在一起 你可能要管理不方便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做好了一個班級 另外一個班級要怎麼辦 當然用複製啊 你還要重來喔 這樣不是給麻煩耶 對不對 所以數位化當然就是要讓你比較方便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複雜的功能 完整的功能要找右手邊這裡 那我現在呢先從 單純的從這邊新增 好你看到比如說我們這個 一堂克好 好 ok 你給他一個名這個 名稱之後你可以做說明 然後呢如果你老師有要設定 所謂的到期日期的話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設定 好 就這個任務執行什麼時候到期 做到什麼時候截止 那現在呢先不管他 好你看這裡有沒有建立單元 就可以從這邊 那單元的類型有很多 你可以找到 這裡總共有像影片題網頁 所以你如果有看到Pro的 就是他所謂的付費方案裡面 OneNote有兩種方案 一個是免費一個付費 就這樣子而已 那一年1800 但是我想原則上 除非老師有比較特殊的需求 不然的話 像這兩個有沒有檔案跟試卷的部分 你不建立要用OneNote來做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做 所以不建得要用 ok 好 那你看在這裡有沒有 那麼第一個就是影片裡 因為影片裡應該是 所有教材裡面 目前最多的 老師有沒有用過 像我們那個YouTube對不對 你看我們找到YouTube 我用這種方法現在是比較慢的 事實上有更快的方法 只是我們那個擴充工具還沒有裝起來 所以你先用這個方式 比如說 這個這個 好 我們剛剛有看這個對不對 假設這段影片裡要 你就把上面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來這邊 直接貼上網址就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很不錯的 這裡 這裡有沒有都把你弄進來了 你想要call幾次 一次就好對不對 再來我們剛剛是 那段影片我想要不要從頭看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個東西 播放的起始點 因為有些影片我可能是 我要給同學看的 可能是從指定的時間開始看不起 不然老師要自己記住 第幾分第幾秒 但是你一教材一多難免會忘記 所以說我可以來這邊 這一段 我記得我們從四分鐘 沒有那個是另外一段 假設我要從這裡開始 你就指定好 然後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完成指標 有沒有 那完成指標原則上 如果我們是免費的 只有這個系統判斷的 也就是說 你這段影片至少不要看完百分之多少 才算過關 比如說我可能要看那個 百分之五十才能夠過關 如果他有看時間超過就會自動通過 就會自動過關這樣子 那下面這兩個是那個 就是付費版本 比如說你有看了 老師還要問問你 有沒有 還要 特別檢視一下 有沒有做筆記啊 重點的地方有沒有做筆記 那你可以用老師手動筆改 這樣是老師比較累一點 好 好 我這樣處身 有沒有 這樣一個教材是不是就好了 那你可以繼續新增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有什麼 網頁式的對不對 網頁最常見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如果你覺得我們這個教材還不錯的 你把按右鍵把它複製起來 好我就來這邊 把網址告訴他就好了 那因為這一段他沒有自動抓到 就不得已你要寫一下單元名稱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你看我在這裡 唉呦 他有抓到了 時間久一點 來 有沒有 是不是抓到了 抓到了 然後但是他發現 因為我這個網站 但是我們如果老師有用過那個 Google的協作平台 我現在是沒有這個網站 我沒有設 預設它是不允許被砍入到 什麼 別人的網頁裡面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看的時候 都是把網頁砍在oneone裡面 會有人念簽 簽入或砍入 兩個一定都可以 有的網頁不行 但是他會自動幫你判斷 所以會自動幫你把超連結式建起來 你也可以點過去 事實上協作平台可不可以用 可以 但是你要去另外一個 要去這裡 我們家有另外一個 我剛剛有一個另外的那個什麼 學校的那個我把它開放 這一個 這個是可以砍入在裡面的 你看我一樣這個 我先做個對比好了 好我把它存起來 好我再建立一個新的 一樣是網頁 我把它貼進來 有沒有發現可以放在裡面 沒弄協作平台 所以協作平台後來是可以 有一個選項可以設定 允不允許你的協作平台內容 被人家放在裡面 只是預設沒有打開 這個要自己手動開 好我把它存起來 這樣有沒有簡單 簡單齁 但是我等一下要告訴各位 後面還有更簡單 只是你現在先用這個方法 那我們再增加一個好不好 剛剛影片裡網頁都用過了 再來 一樣是網頁 可是 有沒有可能你的檔案 我已經放在你的雲端音樂裡面了 有對不對 我們剛有看過那種雲端音樂的教材 不管是OMIS的還是PDF 看得到就可以 所以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個這個 看到這個圖應該很熟悉 Google的雲端音疊對不對 所以呢你點進去 當然第一次 您可能必須要設定一下你的什麼 Google雲端音疊 就是那個Google的帳號 所以你在這邊先設定一下 設定好了你就可以直接進去抓 這樣有清楚嗎 我先偷偷設定一下好嗎 來 有沒有這邊他會要求你授權一下好 就允許 OK 現在設定好了 現在我們再進來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都連進來了 好 那你就看 你看我剛剛傳上已經都預覽好了 你就看看你要哪一種 比如說你要屬於WORD的 那個應該找DOC的 DOC 好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好幾個 我就點他一下 點這個也可以 好 講義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發現 直接會預覽到下面了 這樣簡單嗎 簡單齁 所以你就直接儲存就好啦 所以你其他的類型都一樣 只要你設好了跟他練 所以one note他有個比較大的特色是 他跟雲端硬碟的整合是比較緊密的 那像他們最近推到大陸 這種方法就不行 各位應該知道吧 大陸看得到 Google的一些服務 不太看得到 所以他要改用一些那個大陸當地的 好大陸的 對對對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記得一件事情喔 做完了 好的對不對 有沒有按到 要記得按一下新增喔 表示我這些教材是不是都做完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沒有注意到 預設是關閉的 什麼叫關閉 老師還在準備中 先不開放給學生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覺得 已經準備好了 你就給社會開放然後新增 這樣同學進來你就會看到這個教材 一樣打開它 就會看到了 來 那我就讓老師稍微試看看 我們剛試了幾個影片題 網頁題 還有什麼評論硬碟的 好 來